昨天花了点时间 分别看了一下 苹果和华为的新品发布会 看完新品发布会 几个感想 几个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华为真是一个良心企业 它专门收割有钱人 穷人看完那个发布会 估计都买不起这个手机 两万人民币一个手机 虽然它有三品 但实际上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 身边接触的这些朋友来看 有谁真正会花两万人民币 去买一个这种 滑而不实的 只是好看的手机 展现不少好用这个层面 因为手机发展到今天 基本上技术都差不多了 你会发现 技术创新 华为有没有 有 但是呢 只是在所谓的屏幕与屏幕之间的 这个链角的创新 只是在于屏幕之间的分辨率 屏幕的顺滑度 丝滑度上面的创新 它没有底层的真正的技术创新 我有两万块钱 我八千我就能买一个 iPhone 16 Pro 我再花八千 我还能买一个MacBook Pro 我再花几千块钱 我买一个平板电脑 不香吗 我为什么要花两万人民币 去买一个这种 说句不好听的话 滑而不实的手机 三层 三个屏幕 你说是很薄 但实际上也不薄啊 你的目的是啥 它根本没有提高 所谓的这种生产力 它没有人工智能 比如说没有 没有这个Apple Intelligence 的这种 能够真正帮助你 提高生产力的 这么一个技术创新 这让我想起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 华为一直强调的 断崖式清场式领先 这一次又换了一些 非常具有煽动性的 一些口号 但是你如果真正的去看 华为和苹果之间的对比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苹果是真正的 底层技术的创新 包括这个Apple Intelligence 包括它对于提高人类的 提高每个个人的 生产力的这种技术创新 比如说你的邮件 你的信息 你的所有微信 你来了以后 它会有个自动分析 自动整理 比如说你所有的工作安排 可以直接调用GPT 帮你写报告 写邮件 写文字 写信息 它能够总结分析 归纳 它真的能够 generating一些content 它是能够产生效率的 当然这个华为也有 这个文心意言 各种各样的 国内的这种大数据模型 但是其实懂的人自然知道 所谓国内的这种 大数据模型 和ChartGPT也好 和微软的这个 Copilot相比也好 它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模型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 说实话 外行看热闹 外行看到的是奢华 好用 贵 好看 有面子 但是内行看的是门道 所谓什么叫内行看门道 说实话 我身边的这种 懂技术的一些朋友们 说实话 都是一片悲哀 因为整个的中国目前的创新 都是集中在表面上的创新 应用上的创新 没有一个真正的技术 是底层逻辑的创新 不管是从人工智能的算力 算法 数据模型 还是这种比如说芯片 光刻机 你会发现 整个的底层技术 都是被西方掌握的 我们中国人 通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说实话 浩大喜空 喜欢看一些高大上的 喜欢看一些非常炫耀的 炫酷的一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是无法持续的 是无法对人类社会 做出进一步贡献的 就像我一直强调的一样 人工智能技术到今天 其实就是蒸汽机的 这个时代的到来 只不过是我们身处这个空间 我们没有办法预料这个技术 什么时候能够快速的 大规模的应用 苹果开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把人工智能和人最常用的 手机结合起来 这个技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它是能够帮助一个人 增加另外一个非常强有力的 生产工具 它能够极大的提高 人类的这种生产效率 工作效率 反观华为 说实话 不管是它的车也好 它的手机也好 它能做到什么 它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 这个大家可以留言 我个人的观点是 它并没有给这个社会的进步 带来多大的贡献 就像我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一样 所有的家长 所有人 其实都应该对人工智能 这个事情 要提起重心 要提起注意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决定 决定了十年以后 我们的生活 就像我们今天的生活 是由十年前的决定 所决定的一样 不管是为了自己的规划 还是为了孩子的规划 一定要把人工智能的技术 要做成一个重点的方向去关注 要不然十年以后 你再看看 人工技术的普及 人工技术的 它的威力 全部发挥出来的时候 真的 那个时候 那就不是一个平等的一个竞争了 不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 还是人与人之间 还是孩子与孩子之间 警惕起来 人工智能真的是需要我们 花大时间去看一看 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